宇宙少女是2016年中国的乐华娱乐与韩国艺娱乐公司合作退出的中韩女团,从16年至今不温不火,其中就属成小发展的最好。 可以说,之前整个组合大部分都是依靠成小走过来的,而今年孟美琪和吴轩仪作为火箭少女成员出道,也开始被视网友们的关注,综艺偶像练习生热播,作为导师的成小,在节目中彰显了她的舞台魅力,是她的中国被受关注,年纪轻轻,不到20岁就有如此成就。 不得不说,成肖非常优秀,也是中国人的骄傲,而三只大哥在创造101,也彰显了自身的霸气,可以看出三只大哥,是个非常有个性的姑娘,另外就是甜美的海南美舞轩仪了,轩仪甜美的笑容。 不知道,征服了多少粉丝呢?反正我是被轩仪的八颗牙齿的标准笑容给填到了,10月2日宇宙少女在韩秀党音乐大榜首次获得一位。 这对出道将近三年的宇宙少女成员们来说意义非凡,他们的努力终于得到了成果,队长老邱抱哭,作为队长的他总是照顾每个成员的感受,为了宇宙少女来了一辈子骂兜心甘情愿。 在获得一位的现场,他在舞台上像个小哭包一样,哭得没有一点形象,三年了呀,一定很激动吧,直播都忍不住的抽气,看着都令人心疼。 虽然此次大榜中国赛类成员没能一起参加颁奖典礼,但是总算完成所有成员们的共同心愿,宇宙少女是属于团团比较好的女团了,相比其他矛盾都能摆上桌的组合相比。 宇宙少女表面上还是和谐的,在这种13人的大型女团里,不可能每个成员心中都只有爱和正义,矛盾和斗争是必不可少的。 当宇宙少女的各种节目都刷一遍的话,就能看出很多端倪,网传承销在团队里受到韩国成员的排挤,也不是不可能,毕竟承销依然发展得比较顺利,总会有人眼红。 不管他们私下关系如何,但他们的最终心愿都是一样的,所以此次一位对所有成员都是一件令人激动又开心的事情。 13个少女从出道了到现在的经历,真的很辛苦不容易,所以很理解他们获得一位的心情。 现在获奖不是结束,而只是刚刚开始,相信他们以后还会有更多的一位的。 所以请继续爆赶,陪宇宙少女走完这次回归,以完美的数据去走完这次回归的旅程。